大人 大人 小的剛剛探聽到消息 今天是劉備老婆的生日 正在舉行生日宴會了 好 劉備老婆的生日 就是劉備的繼承了 大家聽著 誰取下劉備的腦袋 賞千三萬 楚衆 我已等你多時了 大哥 曹賊果然出此下策 派他來暗算你 二弟 你殺了他 咱們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 殺了就殺了 有什麼好怕的 劉備竟敢殺我扯咒 我不親自殺了他 誓不罷休 我率軍前往徐州市 徐都的事由你來代理 丞相 劉備殺了車咒 肯定知道丞相不會罷休 我想他必會聯合袁紹 與我們對抗 袁紹的弟弟是死在劉備的手裡的 他會和劉備結盟嗎 主公 袁紹這個人見立妄議 他一定會趁丞相外出之際 來襲許都 丞相 剛剛得到情報 袁紹與劉備結盟 準備攻打許都 知道了 傳劉帶 是 丞相 有何分布 命你領兵五萬 打上我的旗號 前往徐州 不過 萬萬不可輕舉妄動 等我擊退袁紹之後 再四機 擒拿劉備 是